下节更精彩 看起来睡得很香 白天就会失睡 这种失睡就叫做技法性的失睡 还有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人 他的睡眠本身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说孩子 刚出生的孩子 他的睡眠什么特点呢 他是睡醒了就吃 吃完了紧接还睡 他是这样的睡眠 他在一天24小时当中 他分几段是睡 中间是吃饭 他是这样的睡眠 而我们成年人睡眠呢 就不这样睡了 我们早晨起来 吃完饭 我们去工作 吃午饭 吃晚饭 然后再活动 到了夜里面 我们才睡觉 睡一个觉就到第二天了 所以我们只睡一次觉 这叫做单向性的睡眠 那么孩子呢 就是睡好几觉 我们叫多向性睡眠 等到了老年人呢 他的睡眠又出现问题了 他晚间睡不了那么长了 晚间也睡得不那么稳定了 而白天呢 精神又不好 所以他需要中午睡个午觉 或者是下午睡个觉 那他的睡眠又变成了多向性睡眠 孩子是多向性睡眠 到成年人就变成了单向性睡眠 到老年人呢 又回到了一个多向性睡眠特点 所以老年人白天犯困 容易睡觉呢 也不能把它简单地解释为失睡 如果白天始终是困的 总想睡 而且睡的时间需要比较长 那要考虑他可能是失睡 您这么一讲解啊 我就想起我爸爸肯定是一个激发性的失睡 而且他就像小朋友一样 就是说他吃饱了就睡了 他晚上也睡 是白天也睡 晚上也睡 白天也睡 然后因为我爸爸就是 半夜他脑血栓 医生让他说 说你 说老爷子 您脑血栓这个东西是个懒病 肯定你不愿意走 但是呢 您走就有命活 您不走的话 您搞不清楚哪天 您就 这个一栓住您的话 您就 您就那个啥辣 然后我 可是我爸呢就是不听 你知道吗 而且他就是这样 就多样性睡眠 我妈有些时候恨 恨我爸恨到什么 说老头子 你走 你就有命活 你不走就哪天 你睡 睡 睡吧 睡死了 后来果然两年前 我爸早晨六点多 睡过去了 就永远也没有再醒来 像中老年这样 如果是长久的 不停的就这样睡过去了 然后一会又睡过去 其实是会像我爸爸那样 就是有一天会 就突然的就 其实呢 中老年人 容易想 想睡觉呢 我觉得看 我们还是要看 他对他的睡眠 进行客观的评价 我建议这样的病人 应该到医院来 做一个睡眠监测 我们有个实验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实验是这样做的 就让他头一天 一定要睡好觉 保证 昨天夜里睡得很好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八点钟 去到我们的睡眠室 干嘛呢 准备做检查 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 我们把他线连好以后 让他到一个比较安静 又能够遮上窗帘这样的一个适合睡眠的环境 让他躺在床上 计时 半个小时 就给他半个小时时间告诉他 你可以睡觉了 然后不管他睡着没睡着 到了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把灯打开 把他叫醒 让他活动啊 看书啊 看电视啊 玩游戏啊 都可以 只是不许睡觉 是 就这样 在间隔两个小时以后 再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天呢 给他四到五次的机会 那叫我肯定睡不着 这么折腾我 我怎么睡着 这样就是折腾还折腾去 这样的人 如果是不试睡的人 他是睡不着觉的 是的 可是试睡的人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小孩子 那他的检查结果会什么样子呢 我们评价这种病人 是不是有试睡 我们有个标子 就是把这五次睡眠的 短的睡眠的时间 进行分析 看从躺在床上 到睡着 需要多长时间 五次平均起来 十分钟以上 我们就叫他不是试睡 如果是五分钟之内 那我们叫他试睡 如果八分钟之内 就是可疑 这是一个判断标准 第二个判断标准 就是在五次睡眠当中 至少有两次发生做梦